车辆来往平凡的南龙路64项是基隆山亨地区与山亨火车站重要的对外交通要道 不过因为排水系统设计失当 大雨一来常造成积水问题也影响路面品质 在地方反映及基隆市议员同志委积极争取下 基隆市政府编列预算依序改善排水系统及路面品质 让地方开心直呼终于能摆脱积水及乱路梦言 我要感谢同意员这次帮我们汽水里整齐这个路面 因为这水沟像那一个身边本来一个高梯高低 那现在也落差 后来现在整修把那个水沟盖全部都整平了 那这个高低已经有改善了 还有这个路面也感谢同意员 我们在去年的4月30号呢 有特别办理会刊邀请公务处 然后下水道科跟养工科 还有我们去公所共同来研究 看怎么样改善这个路面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7月 我们就施工这个下水道的部分 那下水道做好了以后 我们整个水平面拉起来 除了我们在这个泄水坡度做的调整以外 让排水系统更好 我们也把这个水沟的平面拉起来 跟路面切齐 那因为本来上礼拜五 就要做这个道路的施工 跑铺 水沟做好以后马上做跑铺的动作 可是因为上礼拜五遇到了台风 所以我们这个公务处呢 就暂缓 所以我在这边也利用这个机会 帮公务处澄清 我们慢了一个礼拜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台风下雨天 两边的排水相寒改善完成后 紧接着由公务处养工科方面 接手路面与相寒接风处整平 及路面重步工程 一气呵成进行改善 当时候我们有发现 水沟的排水流量的部分 有一个需要调整的空间 那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进行 复里面的整合 由公务处的下水道科 这边先针对水沟的部分进行改善 那除了针对它的排水的流量坡度以外 那我们也针对它的路面 路面的高层 我们重新做一个调整 调整完之后 我们再由我们公务处的养护工程科 进行道路的整平作业 除了蓝龙路64项 包括荣安街、金一路等周边道路 也将一并进行路面重步工程 希望提供民众最好的用路环境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